美国人开车出游的风气相当的盛行 如果是开到比较远的地方 更会需要用到租车的方式 然而到底有哪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呢 东森新闻就跟邓宏律师合作制作 邓宏说法单元 接下来跟观众朋友您说明 就是租车出游的时候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美国生活大不同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和法律习习相关 执法守法 距离立分 邓宏说法就在东森 进行锁定东森美洲新闻 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很多民众在租车的时候 虽然是张山租的车子 但是的话往往是李氏看着张山 一个人开车不过意不去 以后到中途里边的话 让李氏和其他同学的话一起开车 但是事故发生的时候的话 一旦只是张山开的车 那其他人是不能够开车的 所以在租车的时候 如果你是要其他人 有可能去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将其他的几个 Driver的名字的 放在租车的合同上面去 第二种情况的话 租车的时候的话 他没有买足够的保险 很多保险里边 或者是花了冤枉钱 买多的保险 如果你是租车 以后往往可以通知 自己的车子的话 可以将自己的保险的话 转过来 但是的话在租车之前 要跟自己车子的 保险公司联络一下子 看看你租的车子 自己保险能不能cover住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 很多时候租的车子 按照合同的话 你要在哪一天要还车 但是很多人的话 误以为没关系 他有我们的信用卡 十两天没有关系 但是的话 在加州刑法的话 这个车子是属于租车公司的 如果你预期没有还的话 这种的话就属于 非法侵占租车公司的车子 这种属于触犯刑法的行为 所以一旦此的话 自己没办法及时 那个还车的情况之下的话 一定要拿到 租车公司的书面同意 允许你可以多租几天 如果是他不同意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尽快地将租车公司的车子 及时归还 知法手法距离力争 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将会在星期六的晚间 继续为您播出 针对着青少年在暑假 容易触犯的刑事案件 我们会针对这项案件 有更完整的深入报道 敬请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锁定收看 不过现在先来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